马依黎离离婚后,又一惊人举动曝光,网友与文章彻底结束了。 距离马依黎文章关宣离婚已经半个月了,马依黎一直比较冷静,离婚后和文章还能好聚好散比较难得,果然有过伤痕的婚姻,终究是一颗没有熄灭的蜡烛,总有燃尽的一天。 两人官宣离婚后外界猜测二人离婚原因,像泰晨蓝以及经纪人都透露两人是好聚好散,并没有第三者介入,离婚对马依黎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,离婚之后首次现身的她依旧很漂亮。 8月12日有媒体拍到马依黎度假归来,在北京拍摄广告,散心结束的马依黎马上恢复工作状态,一头干练的头发还是非常自信的。 近日有网友发现马依黎又有一个惊人举动,在13日凌晨换了新头像,新头像就是自己度假时的美照。 之前马依黎和文章两人头像都是微微低头,侧脸浅下。